陸骨香農会高龄者创新学习推广班 今天在农会农民活动中心 齐聚71位长辈一早就开始舞动创意课程 随着值得老师口令一起舞动身躯 秀出茶香老农的健康与活力 随着音乐的节奏 长辈们大家以整形花异的舞剧跳得相当同路 农会高龄班的学员能数众多 所以分为三组 利用不同道具 再手足五道筋 让自己的身体更为健康更加有活力 农会推广部主任陈芳迅表示 农会高龄班成立至今已经有十几年了 在去年成获获律社照顾奖的最佳参与奖 农会在照顾长辈方面付出相当多 今年也特别施设点梯 方便长辈上下楼层 我们陸骨香农会的高龄班 从成立开始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我们这一个团体真的是非常不错 很优秀的一个热领团体 玩家作为长辈 大家都是有很高的水准 包括他们从出席率 以及练习的部分都是蛮不错的 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在去年 就有荣获一个绿色照顾奖的最佳参与奖 这个最佳参与奖主要就是说 所有参与的学员 他都男女的人数都是很平均 所以他名称叫做最佳参与奖 很高兴我们这个团体能够得到这个奖项 当然我们能会在对照顾高龄这个部分 也是付出蛮多很用心 像我们今年就针对为了让这些长辈们 能够很容易在这个活动场地能够很容易的进出 所以我们也花费了一些金额 专程坐了一个电梯 还有一些无障碍空间 包括厕所之类的设施 就是让我们这些高龄者能够来农会这边上课 然后也能够很开心的跟大家聚在一起 直达老师刘和宇表示 透过舞蹈的活动 让长辈的身心灵都能够获得慰藉 每星期都会教导他们的声操及各种舞蹈 增加厂辈们的活动力 就是针对我们这边热林班的学员 其实他们年龄都已经有七八十四 我也是八十几岁的都有 那我们都是透过这个活动 然后我们分成三个班级 然后我们有甘地舞 还有那个社区的 还有我们的主旨的舞蹈 让他们的身心灵都能够 让他们能够踏出来 这一步可以到我们的融会这边来 每个礼拜我们利用这个时间 然后我会教一些他们的热身操 还有针对他们 我们在这边两个有个多小时里面 让他们能够体力方面 好像能走出来就是走到社区 那增加他们这样子社交的活动 就是要活就要动的 至少教师之一的陈修英表示 看到他们绿端的每一个环节 都自然流露出欢乐 温馨的笑容和情感 显示长辈们是开心的健康的 而长辈相处的从彩无话 有别于一般的小朋友 他们学习兴趣高亢 即使和牛小费 还主动要求继续练习 当次都已经有年了 那从社园当中呢 我觉得我们立体上的老人太可爱了 在他们的教育做成中 他们不仅会要求自己好 要做到更好 然后呢 耳机 然后他们非常的乐意学习 他们甚至一次又一次的不见关 让他们最正心呢 让我非常感动 而且在他们的律端的过程中呢 我们会发现到说 其实陆古真的是个快乐的乡村 因为呢 从他们的笑容 从他们的律端中呢 可以看出他们每一个环节 都是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开心的 那我觉得跟那里的相处 跟一般的小朋友比较不一样 是说 小朋友呢 你说一 他就是一 你说休息 他们就是休息 那我们这群可爱的老人家呢 你要他休息的时候呢 他会说 老师 我们可以再练一次 那我们这份心呢 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 承办的家政指导学 邱长俊表示 陆古香农会高龄班 在县内农会系统是首创 得别于社区关华句点 由农会每年编列一旬半里 一切学习活动规划 都是为长辈量身导教的特色课程 包括舞动创业健康操 尽别平等 家庭教育 贪力带运动 及社区巡礼 参访活动 让长辈们的生活能够更为充实 身体也能更加健康 记者陈一志 杜虎采访报道